大家好,我是养牛创业人一换地儿 今天是二十八,一次二十更近的一天了 然后我是依然出来放牛 但是今天我想给我家老牛找个老公 因为啥呢?因为年底了,他们也该多点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家老牛发情了 有两个老牛同年同月同日发情 就在我身后的 一个红花的和一个黄花的 毕竟折腾了很长时间 从早上没出来就开始发情 我已经联系完配种了 一会儿配种的人就会把走牛拉来 在野外就把它给绊了 就是环境 这就是人工跟本家的最大区别 人工呢得需要把牛干到家里得固定住 走牛不需要 把走牛放到野外自己就配种了 各种方便 给你们看一眼啊 牛配种是什么时间段配是最好的? 好朋友们 牛在发情时间会显得异常兴奋 会有别的老牛爬他 或者他爬别的老牛 在爬牛的期间 他会被别的老牛爬 而且会一动不动挺着爬 不管是公还是母 就像这种状况啊 可能一会儿会出现 那个不良的一个画面 咱们就把这镜头转移过去 他爬他的时候他挺着 我拦了 咱们呢 找个时机就可以给他配种了 也不需要等太晚 因为这个老牛一定要早点配 小牛要晚点配 好朋友们 就这两个牛相互的在爬 从 早上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爬 这个牛我估摸是半夜 或者是头半夜 或者是下半夜发的行 看着麦爬他挺着呢 咱就不看这过程了 朋友们 一会儿那个配种的人 会拉来两头总牛啊 我跟他约定的时间是在十一点上下 让他把车开到一半 咱们就把他给抓住 抓住完给他摔那个车子上 让总牛去配他 或者是把总牛送到地上 然后让他自己也就配 一会儿给你们看 今天那个天气不太好 虽然说有太阳 但是今天风挺大的 一直刮着小北风 像我们野外 在外面放几个问题的情况下 外面刮着大风 咱们该怎样去配分 放到时候了吗 找这种的小土招 咱们在这儿拿着风 但是牛又不怕冷 因为厂市跟农村的风向是不一样的 你三十级的风 在厂市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和建筑物 但农村仨还没有 所以说这个风是非常强的 也是特别冷 一点都不能建筑 下面再看看牛牛吧 他们其实也怕冷 因为风一大 一刮着他们毛吧 它也有点凉 尤其是小牛洞 一会儿我也给他们找一个背红鸟的地方 然后咱们就等配种的人来配牛 这荒郊野外的千米之内 看不到任何人家和人 别说人了 你想看几个鸟都非常费劲的方法 我也有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就是他 每天不许我喊 只要我出来放牛 他必须跟着我 脸都黏不着 九前九后跟你跑 你中哪跟哪 来小白 来来来来 他使我快乐 在野外 有他就不寂寞了啊 走牛鱼到位啊 算一样配肉 好了 我把牛撞到水上了 给他感情谢了 买到大猫子 啊 接下来二十五 这个先接击领起 这个一线的 看这大猫子啊 这猫子钓毛了 有虫子 走了朋友们 由于配牛过程太快了 都不让了 给总牛配种特别快 一二三就完事了 不说了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看完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个双借 感谢啊